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尽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号 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视讯致词 表示中方愿意提出全球安全倡议 并且表示秉持着安全不可分割原则 习近平在演说当中说到 全球应该要尊重各国的主权领土的完整 不干涉别国的内政 还说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 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 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反对把本国的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 但是他并未就如何实行来提供细节 对于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 《日经新闻》资深编辑中泽课2 也在他的专栏当中发表了一篇题为 习近平着眼太平洋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的评论文章 内容提到日本许多中国问题专家 都对习近平这次提出的宏大建议感到困惑 这一整个覆盖世界的安全机制 听起来像是中国古代皇帝可能提出的说法 中国外交官们面临到来自于外界的压力 要求要剖析其含义 但是他们也遇到了困难 因为习近平的讲话当中 只包含了抽象的中国词汇跟成语 习近平讲话之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随着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跟强权政治威胁日益增多 和平安全信任治理等方面的逆差不断扩大 人类面临到的棘手问题跟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多 他强调习近平主席提出 着眼全人类未来的全球安全倡议 该倡议是中国提供的右翼全球公共产品 在安全领域体现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汪文斌本来可以做出更进一步的阐述 但是他最终仍然没有明确的说明 中国究竟想要做什么 文章引述一位亚洲外交官说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术语 他们总是提出一个没有人反对的过大的框架 想法是即使各国不完全同意 至少也不能够完全的反对 然后他们再一点一点的用框架来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因为中国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跟双重标准的批评 通常是针对美国的 习近平设想美国逐渐的衰弱 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作为主要参与者的多极世界 这位外交官指出 这样的策略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围棋 作者钟泽科尔表示 习近平从中学开始就喜欢围棋 据说他在就任国家主席之后 曾经在北京大学观看了一场比赛 并且对一名学生的猛烈攻击方式印象深刻 之后他就提出希望中国外交官在外交事务上 也能够采取类似的做法 当时外交部官员对于这一种进阶批评大失一惊 但是随之而来外界看到的战狼外交 也被认为是源自于习近平的此类言论 此外习近平的最新提议也是针对国内观众 因为习近平认为有必要在中共二十大雨秋季召开之前 在国内提升自己的声誉 届时习近平将在第三个任期内 争取担任中国最高的领导人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之际 也对于中国的全球安全部局有所动作 日前中国宣布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 该协议是在习近平于4月21号 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讲话前不久签署的 该协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开 但是据信他允许中国军队被派往所罗门群岛 或者是允许中国海军舰艇来访问 该协议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应 声称他可能会导致中国向南太平洋来进军 而所罗门群岛的首都所在地的瓜达尔卡纳尔岛 曾经是二战时期日美军战的转折点 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积极发展 可能跟一带一路创意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停滞有关 由于俄罗斯的入侵 中国建立从亚洲大陆向西延伸的大规模经济区的尝试已经停滞不前 所以现在北京决定要向东看 习近平在上个礼拜的讲话当中也提到了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尽管该协议并未在国际之间引发太多的关注 但是中国已经在11月的时候申请加入 他由新加坡、新西兰跟致力于2020年签署 三个DEPA成员以及文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议的初始核心成员 中国在去年9月的时候申请加入TPP 也就是现在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 通过参与为人工智能等先进领域来制定标准 中国希望提高其在区域贸易当中的影响力 现在看来全球安全创意TPP跟DEPA是相互关联的 更重要的是美国在这两个框架当中都没有强大的影响力 如果中国加入了TPP跟DEPA 他可能会主导整个集团 文章引述一位熟悉外交跟安全事务的中国消息人士分析 他说这表面上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提议 因为他是为了全球安全 但是背后其实隐藏着习近平目前的心理状况 那就是他感到无比的恐惧 习近平在国内外都面临到麻烦 乌克兰旷日持久的战争 使他与普京保持一致的决定看起来值得商榷 与此同时上海超预期的封锁 已经开始对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 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跟名誉 习近平因此转而向国际来发起行动 白宫27号宣布 美国总统拜登5月20号到24号将访问韩国跟日本 表示此行将进一步的深化政府经济跟人民之间的连结 这项访问也将增进拜登政府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 坚弱磐石的承诺 以及强化美国跟日韩条约联盟 届时拜登将与韩国新总统尹习岳 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来举行双边的会谈 这将是拜登上任以来首度以总统的身份来访问亚洲 而在拜登的亚洲行前 他将与东协领导人在5月12号到13号会面 并在华盛顿接待东协的领导人 来纪念美国跟东协建立关系45周年 综合媒体报道 拜登将于5月21号跟韩国总统尹习岳举行峰会 尹习岳5月10号就任 上台的第11天就举办美韩领袖峰会 一般韩国总统就任之后通常会先访问美国 而此次将是美国总统近29年来 首次在韩国新总统上台之后率先前来访问 报道又指出美国总统首次出访亚洲时 首站通常会选择日本 这一次先行访问韩国实属罕见 此外拜登在日本的停留期间 还将在东京出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领导人的峰会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去年秋天上任 韩国新总统尹习岳将在5月10号上任 因此双方的会晤别具异议 不过虽然拜登努力重新调整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 来对抗中国崛起的影响力 但是新闻指出 拜登是连续第三位表示 希望把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美国总统 但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这一次的访问在他上任16个月后才得以成行 因此正在加快脚步当中 4月27号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本年度特别301报告 中国再度被列为优先观察名单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在27号公布的 2022年度特别301报告当中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中国 印度 俄罗斯 印尼 阿根廷 智利跟委内瑞拉等七国 列入到优先官场名单当中 特别关注上述国家的知识产权 保护跟执法等相关的问题 报告当中提到 尽管美国对于中国近年先后修改专利法 著作权法跟刑法等相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 表示欢迎 但是他们仍然担心中国的执法成效 缺乏透明度跟司法独立性 以及中国的商业秘密盗窃 恶意商标注册 假冒伪造商品 网络盗版等问题 报告强调中国需要完成改善知识产权 所需的全方位 根本性的改革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高级官员 在27号跟新闻媒体的电话简报会上表示 拜登政府将继续密切地关注中国 在履行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定当中 关于加强对外国版权商业秘密 跟其他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承诺的进展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呼吁 中国应该要提供知识产权保护跟执法的公平竞争环境 避免要求或者是施压技术转移 并且开放中国的市场 此外报告还提出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假冒跟倒反商品的主要来源地 尤其电子商务市场提供许多假冒的商品 报告除了点名中国跟香港是最大的假冒食品 或者是化妆品出口地之外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提到 来自于中国的假冒药品 以及为了因应新冠疫情而增加的假冒医疗用品等等 美国之音引述报告指出 2021年中国颁布了专利法 著作权法跟刑法的修订版 以及旨在解决知识产权保护跟执法的其他措施 虽然美国的知识产权持有者 对于这些进展表示欢迎 但是他们继续对这些措施的充足性 以及其有效实施表示关切 并且对恶意商标假冒跟线上报版等 长期存在的问题表示关切 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对中国官员强调知识产权对中国在某些行业 争取市场主导地位的重要性 以及法院应该为中国共产党 跟中国的产业目标服务的声明表示关切 认为这些声明让人想起长期以来 对于要求跟施压外国个人 或者是公司向中国公司转让技术的关切 以及知识产权保护跟执法 是否会公平的适用于 在中国的外国权利持有者的关切 美国敦促包括中国在内的交易伙伴 在制定促进创新的政策的时候 不要强迫技术转让跟对本土知识产权的编号 并且考虑到自愿以及相互同意的商业伙伴关系 或者是安排的重要性 美国对知识产权盗窃 跟强迫将美国技术转让给中国竞争对手 来获得市场转入的关切 是川普政府对数千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 征收301条款关税的核心 拜登政府目前保留了这些关税 这份报告说 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在履行 美中经贸协定承诺方面的进展 2020年1月 川普政府跟中国签署了通常被称为 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经贸协定 根据这项协定 中国承诺改善农业跟金融服务业的市场转入 并且做出了跟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的有关承诺 中国还承诺要增加对美国商品跟服务的购买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3月31号发布的 2022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当中说 虽然中国履行的第一阶段协议的一些条款 但是中国尚未履行一些更重要的承诺 而且远未履行其在2020年跟2021年 购买美国商品跟服务的承诺 特别301报告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就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发表的年度报告 并对全球知识产权保护跟执法状况来进行年度的回顾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其认定没有充分 或者是有效保护跟执行知识产权 或者是拒绝美国创新业界进入市场的国家 来列入到官场名单当中 除了前面提到的7国被列入到优先官场名单之外 巴西 加拿大 墨西哥 泰国 土耳其跟越南总共20个国家 也在今年被列入到官场名单 而乌克兰今年因为俄罗斯军事战争的原因暂停解释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